大家好,我是子安 我相信每个像我这样的球迷,尤其是英超的球迷 都不希望这赛季的英超联赛取消 但是在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尤其英国的疫情日益严重 你说足球运动员在这么一个特殊时期逼着他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不近人情的 而且也不现实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英超基本上有70%到80%的可能是会取消的 这是鉴于从人道上面来考虑 如果相关的机构还有相关的决策者最终会取消这个联赛的话 当然了,英超这个背后的能产生的这个价值 尤其是他的这个转播的费用 在五大联赛里面是最高的 将近是75亿英镑 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时候取消他的话 这个所损失的这个金钱也是很高的 所以现在有两种争论 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说 英超是不是还有可能以比较特殊的一种方式来继续下去 继续进行 我呢,平时喜欢听那个某果上面的播客节目 尤其是天空体育 天空体育呢,每个周末它都有一个叫三倍 也就是周日补给这么一个节目 在过去的这两个周日呢,他们主要聊的话题 第一个就是,如果取消 对于利物浦来说,这个损失一定是很大了 那究竟有多少人希望这个比赛取消 尤其是那些英超的这些俱乐部 在这一周呢,这一周的话题呢 直接就是来聊是否会取消 英超是否会取消 如果会取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为什么要取消这个比赛 那好,来这个节目做客的这些嘉宾都是什么人呢? 都是英国最著名的足球记者 资深的这个足球的相关专栏的这个写手 还有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的人啊 几乎是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比赛是没法进行下去的 你出于各方的考虑 除了把金钱这个因素刨出在外的话 是没有任何理由 甚至没有讨论的余地的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你再去继续这个比赛 那好,就是在这几天 这个周末到今天 4月1号 又有一些传闻就是说 英超有可能怎么来呢? 有可能关起门来打比赛 也就是打一个内部的 类似一个杯赛的这么一个比赛 那这个究竟是怎么能够去具体的去实施呢? 好了,这个又有一个播客 这是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足球的播客频道 平时呢 我也经常会听他们聊 关于欧洲各大联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这个频道呢 它的主持人是两个人 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英国人 所以他俩的观点呢 有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在这期节目里啊 他们就在聊 究竟是怎么去实施这种 以杯赛形式的一个关起门来打的 没有任何球迷在现场观看 但是会有电视直播的这个英超的比赛 所以呢,有这么一种可能 就是把所有的一些俱乐部集中在一到两个地点 然后把他们安排在一到两个酒店中 住宿隔离,跟外界完全的隔离 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就是每天要进行正常的训练 到了周末或者是他们安排的这个时间 杯赛时间来进行比赛 这个这么一种设想呢 听起来是有一定可行性的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下 他们现在暂时预想的这个两个地点是哪里呢? 一个是在伦敦附近 还有一个是在中部 也就是英国的这叫Midland这个地区 像莱瑟城啊 像还有一些俱乐部也是在这个中部 但是听说啊 听说这个英国的中部实际上是疫情最严重的一个地区 那你如果把这个比赛放在那里面去做的话 那这个实际上的操控性又会是怎样呢? 换句话说 如果不去做这个比赛 如果就是把这个比赛取消 那对哪些俱乐部来说那是有利和没有利的呢? 我觉得这里面这是如果是红军利物浦的球迷来说 那这个我们都等了 因为我本人也是利物浦的球迷 这都已经快二十多年了 对吧 大家都知道有多少年没有夺得这英超冠军了 所以今年他们这个势头这么猛进 领先这么多 领先这么多分 曼城的今年的状态是如此的这个 如此的不好 所以今年是利物浦得贯的最好的这么一个赛季 如果取消的那利物浦是最不愿意的 所以这周呢有可能在周四左右 英超这边会召集所有的俱乐部来开一个会议 甚至说有可能这些俱乐部要出来做投票 去投究竟是会有多少 多少人希望这个比赛取消或者说继续进行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俱乐部都是希望这个比赛取消了 除了利物浦以外 因为今年我们看一眼这个英超的这个积分榜 排在榜尾的这个保级就是 这些球队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些球队一定是希望 那个今年的这个成绩就忘掉了 明天再来了 那如果要继续比的话 利物浦是其中比较少的几个受益者 所以对于其他人来说 你说曼城今年的这个事情 他今年落后这么多分 瓜地奥拉在那边的这个日子也过得不舒服 很多传言他要离开 但是现在可能还是要留下来 如果今年的成绩能够取消 他可以明年下个赛季再重新来过的话 对他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英超这个赛季 基本上对我个人来讲 我认为70%到80%会取消的 但是也有可能 因为这些小道消息绝对都不是空穴来封 像这些播客的这些主持人 他们在聊的这些东西 一定都是有自己内部的一些消息的 所以我们也就拭目以待吧 希望这个赛季的英超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我们作为球迷 尤其是作为红军的球迷 现在也是非常的矛盾 希望红军六孔能夺冠 但是现在看来呢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一个事情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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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